好,我们现在讲三明治定理 基线里面就是Limit里面比较 有用的或者比较重要的一个定理 叫做三明治定理 Sandwich 三明治定理 那么如果说是 fx小于等于gx 小于等于hx 在x等于a的附近 而且 这是第一个点 而且 当x去近a的时候 fx等于x去近a的时候 hx而且都等于一个L 那我们能够得到结论就是 x去近a的时候 gx它也等于L 这个直观上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例如说这是fx 这是hx 这是hx 然后 这是fx 这是gx 然后这个可能是我们的 我们用另外一个 这是hx 那在x 那在x 这个sandwich theorem 我们可以直接 直接用来求一些极限 也可以用来证明一些定理 或者是命题 那我们首先我们可以用它来求极限 x去近于0 x乘上3x 分之1 我们求这样的一个极限 那我们 这个极限比较容易理解 3x分之1它是有界的 因为我们知道 当x大于0的时候 x3x分之1 它是小于等于x 大于等于负x的 是因为3x分之1 它是小于等于1 大于等于负1 所以我们带进去 我们就知道了这样的 因为x大于0 而x小于0的时候 x3x分之1 它是小于负x 小于等于负x 大于等于x 但是 我们知道 不管是x还是负x 当x去近于0的时候 这是等于0 它们都等于0 x去近于0 负x 它都是等于0 所以我们知道 x去近于0的时候 x乘上 3x分之1 这是等于0 其实有这个 这是一个例子 那么我们相应的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定义 如果 x去近于A的时候 fx等于0 fx等于0 gx它是有界的 那我们 知道 当x去近于A的时候 fx乘上一个gx 这是等于0的 这个我们可以直接用 三明治定义来算嘛 因为 因为它证明是很简单的 因为fx乘上gx的绝对值 是小于等于m乘上fx的绝对值 然后大于等于0 然后右边是去近于0 左边也是去近于0 那所以它中间的肯定是去近于0 它的绝对值都去近于 那它函数本身肯定是去近于0的 这我就不想去证明了 我们从这就可以看得出 那这是我们用这个三明治定义来证明了一个定义 和求出一个极限 那我们再看一个求极限的方法 当n去近无穷大的时候 好 根号下n的平方加1分之1 加上 然后根号下n的平方加1分之1 一直加到n的平方加1分之1 我们求这样的极限 那我们一般的话 我们用三明治定义 除了刚才我们这种用有界性的 用第一个例子是用有界性来证明以外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是把函数 做稍微放大一点 和稍微缩小一点 然后得到 那么放大和缩小的这两个函数 它都趋近于同一个极限 那么这样就 我们就可以求得出来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怎么样稍微放大一点呢 我们再写一下 im的平方加2分之1 加到根号下n的平方加n分之1 那我们放大一点 我们把分母全部用根号下n的平方加1分之1 把分母全部写成根号下n的平方加1 那么所有的就变大了嘛 然后它有n相 所以还要乘上一个n 那么把所有的分母都写成根号下n的平方加n 那所有的分式都变小了 然后有n相 但是我们知道 n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n除以根号下n的平方加n 那这个是等于1的 为什么呢 我们根据上一次我们讲的 我们把分子分母都除以n 那么除的根号里面来 就变成1加上n到根号里面 就是n的平方 因为这是n是趋近无穷大 是正无穷大的 这是等于1 n趋近无穷大 1除以根号下n的平方加1 所以我们把分子分母同时除以n 分子就变成1分母到根号里面去 就是1加上n的平方分之1 所以这个也等于1 所以原本的这个极限 这个就等于1了 这是我们用三明之定理来求极限和证明一些定理 那我们用三明之定理 证明一个经常用到的一个重要的极限 我们叫做 我们把它直接算成一个定理 这个当x趋近于1的时候 趋近于0的时候 sin x除以x这个极限是等于1的 那这个怎么证明呢 我们用我们初等的知识来证明 再加上我们三明之定理 我们在单位元上来证明 假如这是一个单位元 这是单位元 这是我们一个圆心 那我们从圆心出发做一个射线 好 跟这个圆交于A点 然后我们把A点垂到这个坐标上来 这个是B点 然后圆跟这个坐标相交是C点 然后我们在C点跟这个坐标做个垂直的线 我们把这个点记作D点 好 我们先说x大于0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记作这个角度记为x 那我们来看 三角形 三角形OAB的面积 它是等于多少呢 三角形OAB的面积 那么因为这个长度是1嘛 所以高是3x 1 2 高是3x 而它这个三角形的底面是OB OB的长度是cosx 因为斜边是1嘛 斜边是1 斜边那个对边就是 对边就是1乘上cos3x 底边就是1乘上cos3x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扇形的面积 扇形OAC的面积 扇形的面积 我们到底是 那我们有扇形的面积 它是2分之1R平方 R是1 R平方乘上角度 R平方θ 2分之1R平方θ 所以这是等于1 2分之1x 而三角形OCD的面积 OCD的面积 那么 1 2分之1 底边是1 OC嘛 那么高是CD CD是高 这个高我们怎么样计算呢 因为我们知道底边是1 而我们高 对高是X的对边 对边除底边是Ten x 那么对边就是等于 底边乘上这个Ten x 所以是1 2分之1 Ten x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扇形的面积 它小于外面的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大于里面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我们把1 2分之1约掉 所以是3x cos x 小于X 小于Ten x 那我们两边同时除以3x 所以是cos x 小于X除以3x 再小于1除以cos x 那我们再把它倒过来 那么就是3x除以X 就小于cos x分之1 大于cos x 倒过来这个不等是要变方向啊 那我们因为我们当X趋近0的时候 我们知道cos x的极限是等于1 x趋近0 那么cos x分之1的极限也是等于1 所以我们由三明治定0 所以我们由三明治定0 极限3x除以X 当X趋近 我们先说趋近0的右边嘛 因为我们刚才算的是x大于0 所以是这个等于1 那我们证明它在0的左边也等于1 那么左右极限就存在并且相等了嘛 当X小于0的时候 那么我们X趋近0 这是3x除以X 我们把它都换成正数 这是0的左边 都换成正数 那么我们就变成3一负X 3一负X外面就有个负的嘛 因为3一负X等于负的3一X 所以3一X等于负的3一负X 而X我们先写个负的再负X 那我们分子分母这个负号都去掉 那因为我们都里面都 现在就都变成正的了嘛 令U等于负X 那么就变成什么呢 U趋近于0的右边 就变成3一U除以U 所以这个极限 根据上面的结果是对于1 这是我们用三分之定理 证明这一个重要的极限 那这个极限 这个结论 我们可以用来 求一些三角函数相关的一些 一些limit 它们的一些极限 那通常的做法 我们就是把它们换成sin cos 那我们来先看一些立体 第一个 X趋近于0 33x除以5x 那我们需要这3一里面的和3一里面的除以和除以那个东西要一样的 所以是33x我们除以3x 那就要乘上一个3x 原本还有一个5x 那这一部分 我们知道 这一部分是趋近于1的 因为这里面的是3x 这外面也是3x 所以这个结果是5x 所以这个结果是5分之3 因为这样就x约掉了 那么x趋近于0 这是tang2x除以3x 我们可以把它们都换成sin和cos 那么x趋近于0 这是3tang2x 就是312x除以cos2x 我们把cos2x除到外面来 那这32x 33x 结果就是3分之2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们把3n2x 我们把3n2x 因为这是有2x 我们就除以一个2x 这里有3n3x 我们上面就乘上一个3x 那么就还要乘上一个2x除以3x 因为这个3x是多乘的 那么我们要除一个 这里2x是多除的 所以我们要乘一个 然后再乘上cos2x分之1 那我们知道 这个时候 这一下是趋近于1 这一下也趋近于1 所以结果 这一部分是2分之2 这一部分是1 所以是等于2分之2 那我们要充分地利用 这个三角横等式 然后把它划成 跟我们刚才这个极限 就划成我们这个极限 所具备的形式 那么1 x去近0的时候 1-cosx 除以3x平方 那我们说的 我们有三角函数的 我们都划成3和cos1 那么1-cosx 我们是2倍的32分之x的平方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cos2x是等于cos2x是等于cos2x是等于cos2x平方 是等于2分之1 1-cos2x 而cosx平方是等于121加上cos2x 这个式子我们以后在讲到积分的时候 还要经常用到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式子来源于 这是1减cosx 我们可以写成1减上cos2乘上2分之x 所以再利用我们这个3x平方的公式 然后这下面是3x平方 那这是3二分之x 这是3二分之x的平方 所以我们要有个2x平方跟它相对 我们应该有个2分之x的平方 跟它相对 那么还剩下多少呢 分子还剩2 分5相当于多除了一个4 多除了一个4 我们就要乘上一个4 我们才能抵消掉 那现在这样换的方式 那么这个部分就去进1了嘛 我们通常可以这样子 我们可以先把下面要要做的 这要求出来的下面要具备的这个形式 先写出来 然后再到 再到后面来补都可以 那这一部分 前面这部分趋近于1 后面这个趋近于6分之1 所以结果是6分之1 这是我们利用这个三角函数的极限 我们来求其他的一些函数的极限 那么一般的三角函数 一般的triglometric functions 我们要求它的limit的话 我们通常要把它化成sin和cos 当然我们以后在学了导数以后 在可以还有 还会有其他的这个求limit的方法 特别是lobitus rule 那个我们是以后是很 是用的非常多的 因为它的应用范围最广 好 我们最后看一个 这个题稍微有点点不一样 n趋近无穷大 2的n次 3 2的n次分之x 这个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极限过程是n趋近无穷大 也就是说x可以看成常数 那这是相当于是一个无穷大乘上一个0 这种形式 这种形式我们通常也化成0比0型 或者是无穷大比无穷大型 那么这有3我们就把它放到分子 那么2的n次分分之1就放到分母去了 2的n次分分的分母 放到分母就是2的n次分分之1作为分母 那我们看这个还这个3一里面是3二n2的n次分分之x 所以我们直接在分母里面凑一个出来 就是2的n次分分之x 3二的n次分分之x 那凑了这一个出来 那我们相当于在分母里面成了一个x 所以在分子里面要成一个x 这个时候我们凑出来的 这一部分就是1 因为2的n次分分之x是趋近于0的 所以这一部分是趋近于1 我们只要这个3里面的这个部分跟它 就是分母的这一部分跟3里面的这部分是保持一致 都趋近于0就可以 所以结果是等于x 这是我们用三明治定理的证明的一个结论 当然我们直接用三明治定理也可以求一些极限 那么有这个跟三角函数的相关的极限 我们有了这个定理以后 有了这个极限的结论以后 那我们对三角函数的极限 我们就有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来求 好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